當時2008年真正的在政治上所謂的反風 就是在2008年吹起來的 然後隨後而來的一些在政壇上的一些風波 或者是民間組織的一些運動 都是在那個時候那幾年發生的 所以在前線上你就能夠見證到說 這些浪潮的一些力量是有一個非常大的充足 Melody 早晨有意思 你好 我是Johnson 林真淺 早晨 你好 我是Vivian 溫慧欣 今天Melody 掌聲有請請來這一位朋友 是我儀式的偶像 儀式 我小時候就真的看他報新聞 另外我很多歷史的知識 都是從他的這個節目歷史分分開 主角就是何海棋 Hello 海棋 你好 Hello 兩位早上好 其實海棋最好人物 我們其實在Melody 掌聲有請來 就已經有想過好幾次說 我們應該請海棋 然後我們就等一個最好的時機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然後就離開了Astro 了 時機的問題 時機的問題 可能這個時候找到我是最好的時機 誰知道 也許 因為其實看海棋的電視的工作的生涯的話 其實是蠻有趣的 像你說你看海棋的節目是歷史分分看 很多朋友就看海棋就報新聞 上這個新聞主播的 然後在那一段時期 就是每一晚都陪著觀眾朋友 去度過晚上的時間 為大家update很多的一些時事的新聞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 都對海棋都充滿了好奇心的 翔當年你是怎麼去進入 這個Astro的新聞組的呢 其實在成為新聞播報員之前 我已經在Astro服務了兩年了 我是04年的10月份入行的 記得非常的清楚 我剛入行的時候呢 我也是只是以一個小小的電視製作助理的身份進去的 然後那個時候當然同時也在找著一個財經主播啦 所以我就是由頭做齊了 但我真正上進之前呢 我應該是經歷了大概有整半年到一年的時間 記得不是很清楚的 年代有點久遠 所以呢我就是跟這一個製作人 也是我的入行的一個師傅啦 我們叫他邱老闆 他就從最基本的那個財經新聞 教我做起 就是從每一個小小的工作開始做起 然後再學當那個直播的那個導播助理 然後再學著當導播 這樣子是一步一步走過來的 所以先當一個財經主播 然後就是在做了差不多一年多到兩年之後 新聞報報看才成立 後來我是在報報看 大概跑了有半年吧 我才加入他們的主播團隊 然後那時候剛剛好我的財經的節目也不做了 然後老闆就說 財經節目不做了 那你就過來吧 就當一個新聞報報看的製作助理 再加上如果可以的話呢 那你就嘗試一下當主播 這樣子 其實當時候你對這個新聞的熱愛是有的嗎 還是覺得它是一個就很好的機會啊 然後回到目前啊 它其實並不是我的第一志願呢 或者說我可能沒有認真的想過 其實當時在開始做新聞的時候 我並不是一個自由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其實對於馬來西亞的政治版頭 或者是對於一些華人社團組織 其實並不是很熟悉 因為首先我是東馬人嘛 我從東馬出來讀書之後 然後我再飛去中國 然後我從中國回來可以說是零基礎 當時對於時事也沒有說特別的熱衷 然後對於馬來西亞的政治 當然也沒有說很感興趣 我覺得我對於政治 對於時事新聞的興趣呢 都是在入行之後才慢慢培養起來的 所以你Vivian剛才問我說 是不是一開始就對這些東西很感熱情 其實沒有的 是後來慢慢的從06到08年 當時08年我不知道大家還記得嗎 真正的這一個在政治上所謂的反風 就是在08年吹起來的 當時候08年的那一次大選呢 就讓我看到了很多東西啦 然後隨後而來的一些 在政壇上的一些風波啊 或者是民間組織的一些運動 都是在那個時候那幾年發生的 所以在前線上 在前線你就能夠見證到說 這一些浪潮的一些力量 它是真正的 在你去到現場的時候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衝擊感 所以我覺得我對於政治的熱情和理解 就是在那幾年慢慢建立起來 所以真的是機會這個東西 你把握住了之後呢 再看你怎麼去運用它 就是可能剛踏入這個新聞組的時候 有沒有說一些很難忘的事件 就是讓你覺得 我以後不能再犯這種低級錯誤 或者是我真的是必須要加把勁了 是有的 其實在整個職業生涯當中 我覺得給我最大的一個衝擊 就是處理一則新聞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比較重大的新聞事件 但是電視台當時是 建議我們不要去觸碰的 它不是政治新聞 但是它是一個比較敏感的事件 當然我覺得從新聞學的角度來講 這一則新聞如果不去觸碰它的話 也是完全沒問題的 那當時台的立場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不去觸碰它 但是後來我自己改變主意 然後我在改變主意的之後 我跟主持人溝通 主持人也認同我的立場 但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沒有做到的就是跟我的兼職溝通 就是我私下做了一個決定 所以當新聞出界之後呢 就整個高層有震動這樣子啦 就是這個溝通的事情沒有做好 當時我承認是我的錯誤來 這個印象還蠻深刻的 那你離開了Astro新聞組之後呢 其實也做過不一樣的東西 可能有些人比較少知道的 他曾經也在電台做過音樂總監 後來也去到這個購物台 那邊去當主持人 然後也當這個排班表的主管 然後現在呢又回歸到新聞線上了 現在這是新聞機構的一個主管了 所以有沒有想過說其實有一天 我會回到這個新聞的領域當中的呢 這個想法其實並沒有很明確 因為當時也沒有看到這個機會嘛 但是我一直是認定一件事情的 就是在我整個職業生涯當中 我覺得我人生中最精彩 最熱血的那個部分呢 就是我在做新聞的時候 所以儘管這個想法沒有很明確 但是偶爾會感覺到說 如果有一天能夠回到新聞線上的話 那也不錯 但是我並沒有很想求 或者說去很積極去爭取這個機會啦 畢竟我覺得 如果是說在Azure的話呢 我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後浪在推出前浪 所以我不可能就是回到去 然後他們說 欸你們還會要請我啊 欸我後期啊 我覺得我沒有資格這麼做啦 當然我在購物台 差不多邁入了第六個年頭的時候 那我心裡就在想 就是說世界在巨變 就很多東西都已經在變化當中 那這個所謂的互聯網的數碼事件呢 也已經成形了 它是越來越大 整個生態也已經改變了 那作為還在媒體機構裡面認識的一個職員 我是不是要充分意識到 它其實這個變化是越演越烈 然後總有一天 它可能會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我覺得每個媒體都要保持這個敏銳度啦 所以我就開始去巡資 那剛剛好就是說 我在越來越認定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突然間就有來自媒體街的一個資深前輩啦 他就找到我 他就說有新成立的這個新聞機構 然後他們還缺一個人 這樣你們都先去掉 當時我的想法就是第一回到新聞線上 我就想說回到新聞線上 似乎可以考慮 然後當然就是說他offer的這個職位呢 就是一個比較重的職位啦 就是說可能就不要管 所以一整個邊誤組邊集部這樣子 也沒有多想 我總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回歸吧 所以今天我們一個小時聽下來 海奇的這一個 你說他的主持或者是新聞的這個生涯當中呢 是非常的精彩 然後也蠻多變的 可是呢始終現在已經回到了這個新聞的線上啦 可是位置跟歷練都不一樣了 所以我相信呢 海奇是肯定可以開拓一個更廣闊的天空的 所以大家繼續關注海奇囉 也謝謝海奇今天的時間 跟我們分享了那麼多你的故事 謝謝你海奇 謝謝海奇 謝謝天神 謝謝Vivian 謝謝 tycker準備 Spa 進 fired 我們下午茶 我們下午茶 還有一小時 他說 iPig 二小時 三齡 三 愉釛 雪